有爱共生新据点 社会处有爱据点工作坊 以世界咖啡馆互动分享形式举办的研讨会 希望借由专家学者 以及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一起研讨 未来甚至可以利用最新科技 找出创新服务 更贴近长辈的服务需求 有没有一个科技的方式 然后很便利的方式 有没有这种工具 让我们有新的服务来提供 入家的可能性 为什么因为超高龄的跟少子女化的冲击 那么服务人力一定是越来越少 但是高龄者越来越多 那我们基隆的地形样貌 又有特殊性 有很多人是出不了门 但是出不了门的 就跟我刚上台是一样的 它很容易被制度性的排除 如果我们没有把服务设计好 送进家里面 那有很多种层面 物理性的服务 它要吃东西的 让它要健康促进的 它要预防防化 这些服务的铜布 让它在家里也可以享受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很努力的 也很感谢华汤科技 李董事长 他们在日本有很丰富的经验 也常年在日本有很多的经验 让他们今天也来跟我们Demo 分享一下他们正在研发的东西 那我们听了这个讲座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 这个工具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就从我们的据点来服务 辐射到我们这个范围里面 有没有那些民众可能会用到这个 我们有没有可能可以把这个服务送进去 那我们就一起 因为为什么 我一直说 科技当代科技已经来到人类可以上太空旅行 但是大家看到我刚刚上台 你会发现 科技那么先进 可是人的生活品质没有跟上 所以我们如何在方方面面 可以善用科技来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 生活品质更提升 尤其是弱势的出去 他们更需要 根据基隆市政府社会处的资料 到民国113年3月底 基隆市65岁以上老年人口 已经有74000多人 占全市人口20.45% 基隆已经正式步入超高龄化社会 未来如何为基隆市长辈提供更好的 包括关怀访试 电话问安 餐饮服务 健康促进等多元的服务 都是到今年4月底 全市102处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重要课题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